姐夫雷先生全盘否认了小舅子的说法 坚称这个房子是他们早就买下来了的 因为没有书面协议 双方又各执一词 事情的真相就像迷雾一样 而按照小舅子罗先生的说法 姐姐姐夫答应继续照顾母亲之后 他才答应将这套房子一半的产权给姐姐姐夫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套房子的归属权是两家人各占一半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罗先生又坚持说 这套房子的归属权 仍是他一个人的呢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他把母亲赶走那个事情 我已经表明了他有两个方案 他当时取了第二个 就是把母亲接回来 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认识 我能理解为他选第二个方案 把母亲接回来 同时房子的产权他有一半 对 而且后面还有事情应该 为什么呢 当时国家有个政策 就是那个彭富区 他现那个改造啊 就是这个老志工可以摇一套福利房 好 摇一套福利房呢 我姐姐去就摇到了 要交八万 他就回来 找到我跟我母亲 我说我呢 手头现在能拿的 只有一万五 但又找我妈妈 我妈妈呢 当时存在上呢 也只有一万五 等于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三万 第二年第三年 就问她要还钱 问她还钱呢 她也不出声 我母亲就在那个吃饭的时候 当个我们全家人的面 罗亚非啊 你借我的钱不完 那么你这个房子的一半 这个产权 是我的 我要住 跟谁说 跟我姐姐讲 什么叫做你这个房子产权的一半 我不是答应一半产权给我姐姐吗 那我们不继续讲 你借我的钱你不还 那么你这一半的产权 是我的 他没有任何 他们家三个人都在那里 没有任何的这个 我 我跟你讲 我四姊妹都在 我两个弟弟 包括我们的下一代 好 我的儿子 我的女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事例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 当时确实 大家都认为 这个房子姐姐只有一半的产权 对 好 那么这个事情完了以后 很多年大家都没做事 罗先生说 因为姐姐姐夫借钱不还 母亲要求 将这套房子的一半产权抵扣借款 由此这套房子的归属权 就和姐姐姐夫没有任何关系了 针对罗先生的这一说法 姐夫雷先生全盘否认 他说借款是借款 跟房子的事情没有半点关系 而且他向小舅的罗先生借的钱 已经还给他了 钱还了吗 你听我讲的 房子采签完了以后 我母亲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一份 那你帮 借我的钱 15年市政府 出门 我那个房子要采签 他才还钱过 拿了四百个年利息给我 这个时间点你觉得说明了什么 很想要是大家都会心自动明的事了 对吧 心自动明的事了 是吧 就是他们知道了有拆迁 所以就还钱了 对 如果不拆迁 这个钱一直都没 没着了 那为什么拆迁就赶紧还钱呢 这有关系啊 甚至是一半的产权争执事的 不是15年 什么时候 应该是12年 12年 为什么一直没还钱 没有还 那个时候也是确实比较紧 那个时候我也是下工没多久 就我爱了一点 确实没有能力还 对 没有能力还 但是我们讲了一定会还 就那个房子采签的时候 他要房子 你们要房要钱 是你们的权利 这个房子是你们的 是吧 我就是全员义务 就给你们代办就是 这个到哪一年了 2016年 他跟他妈妈讲 他妈妈就跟他讲 他妈妈就跟他讲 他讲的不是真话 讲 你这个钱不还我 可以 我要房子 我不要钱 当到这些儿子 搁面了 他们都在这里吃饭 没有恨声的 让罗先生来解释啊 他们刚才说这个 这个肯定不是实话了 对吧 17年的2月份 我母亲到杨利亚之前 就交代我 这个房子呢 一半的这个拆迁款 这个钱 是我养老钱 完了我姐姐也找我 就说 拆迁了这个房子怎么办 这个钱 这一半 我母亲说是她的 我姐姐说是她 我都放在现在呢 我左以为难 一边是母亲 一边是姐姐 我也不想要不要 这一半的这个房子 我都放在那儿了 我继续说